音樂 同學來了 逃向英韓國 台韓男人大戰 它怎麼會配灰色 不好意思 因為她是一個婚鞋的人 不好笑 不要… 台瀚男人之爭 泰拳氣勢差梗大 沙奧迪哥 有耶… 快 快… 沙奧迪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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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亮蝦餅 再來 再來 OK OK 韓劇裡的歐爸都會剝蝦烤肉給女生吃 好帥喔 拜託 這些我們台灣男生也都會啊 我們不只會剝蝦 我們還會剝蟹 剝螃蟹 可以啦 同學來了 台灣男生你們可以嗎 不可以嗎… 可以嗎 又要來 可以吧 台灣男生也很好啊 對不對 對啊 超好的啊 好不好 我們今天就要來一場公平的 台韓之爭 你確定要 你確定要啊 你真的要 其實我跟你講 這都是因為看了偶像劇 或是看了韓劇之後 對於韓國造成了一個想像 對啊 美好的幻想 我也有看台劇啊 他們書畫有幾個 你看 對啊 他們的那些 一出場都有主題曲 一般人出場不會有這些東西的嘛 對啊 其實 對啊 謝謝… 謝謝老師 提醒我 不要走心了 從一開始講 不要走心了 往下走 可以啦… 到底女生們被韓劇洗腦洗得多嚴重呢 好不好 我們來分享一下 大家覺得大概韓國的偶像劇 或韓國男生到底有什麼棒的地方 來 誰 誰先 我… 沒有 因為國外來的一定比較香 就像男生也會喜歡看韓國的女生 像我們最近那個李多惠 對不對 李多惠最近也是很夯很紅 然後有些男生也喜歡那個Bright Pink 對…超喜歡 所以我們對於韓國的男生 也會有一種憧憬 因為我們都會看韓劇 然後韓國男生就是眼睛比較單 然後小小的又很可愛 然後他們就是有一個反差萌 妳說單眼皮 對 妳看一下我們這邊的韓國代表 開朗跟金比秀 兩顆雙眼皮 大眼睛雙眼皮 對啊 妳是單眼皮 我才是單眼皮 我還長真眼 我是真單眼 我是真單眼 所以看到立東是不是更喜歡了 沒有 沒有 妳以為沒有真眼喔 怎麼可以這樣講實話 不是 不管就是單眼皮還是雙眼皮 韓國男生就是很帥 又很霸氣這樣子 因為像我這種吸渣體質 我再怎麼樣 我一定是被金餅秀渣 我怎麼可能給張立東渣呢 對嗎 尾軒妳的意思就是說 這兩個其實都是渣男 就是 就是 我聽到的意思 他只是舉例 你明願被秉秀 柔令也不要被立東 我今天就是每任就是 我大概交五任男友都會有 三到四任都有被劈腿 我就覺得說 我有一任已經挑了一個 就是長得比較不怎麼樣的 我還可以被劈腿這樣 所以我就覺得不行 我以後要被劈腿我也要找帥哥 對 被騙也要被帥的騙 這種的想法有一點負面吧 對 你得放棄自己了 也放棄愛情了 當然今天我們台韓大戰 不只有韓國代表 我們有嚴選我們的 嚴選嗎 他們裡面 也有林黛喜歡的單眼跟帥哥 真的假的 誰 好不好 一定啦 讓我們歡迎第一位 他有台灣魂 但是他有韓國魅力的眼睛 歡迎我們台灣代表 誰… 誰 好 有沒有 李玄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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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像韓國人喔 是吧 很可愛 可是我覺得他笑起來很可愛 像日本 像日本 他不像韓國 有沒有 那已經有討論了 日本…台灣很像嘛 OK啊 但他很可愛 對 他笑起來超可愛 可愛啊 小狗狗眼耶 很像柴犬 對 柴犬 好 好 接下來 另外一位更厲害 要更厲害嗎 這個是小狗狗型 對 另外一個是成熟的 厲害 厲害 我歡迎第二位帥哥登場 是誰 幹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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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不要這樣 不要這樣 幹嘛錄影 幹嘛啦 請問一下 你那個插頭都插了喔 插頭都插好了 對啊 都充好電了 對… 你現在去外面找不到一個空的插頭 你 插好插滿 小燕哥 一定要把全部的插頭插滿 不是 我看到他後面講說什麼 什麼那個韓國歐爸有多帥 我覺得真的還好吧 你看看今天的韓國代表 帥啊 帥啊 秉秀我覺得OK啦 其他我真的覺得還好 我有啊 我們兩個一直來 而且我跟你講 你要看一下普世的價值 OK 就是說大家都覺得OK 比如說牧村拓齋 大家覺得是OK嘛 帥嘛 對不對 金城武大家覺得OK 帥 台灣孔流大家覺得OK 帥 對不對 所以說你們要普世價值 不能說剛剛講什麼單眼皮 你是快速的講 把自己摻在裡面對不對 所以我剛剛語速有加快 可是我覺得台灣女生 有時候就是雙標 因為剛剛我在後面聽到說 今天兩位韓國代表都是雙眼皮 他們突然就改口有沒有 就說不管單眼皮 雙眼皮都可以 哪有這種事情 對 而且你看我們小陽哥 大家講台灣孔流 我覺得孔流才是韓國女生 對 他自己說的 不好意思 你也缺通告喔 沒有…真的… 你看我們這樣講的時候 你就覺得奇怪 你剛剛講完那一句 我覺得我下一集想發你來 真的 很有趣耶 這個人 很可愛 對不對 好可愛 不是啊 就是大家都掛濾鏡 在看韓國男生 對啊 一般的大叔 不是略他們的缺點 放大他們的問題 對啊 我們的中間男生很帥 對啊 小陽哥你自己會不會覺得說 這個台灣女生真的太過頭了 太過頭 有時候有一些他們的舉動 我都沒辦法 比方說你去四樓節目部看看 很多人都拿那個什麼 影印那個韓國男星的那個照片 你影印就算了 你用公司的紙來影印 而且你印黑白的就算了 最後一天可以用 你印彩色的幹嘛 是不是浪費墨水夾 真的 對不對 而且整天來 就是說要來看這個韓星 說只要有近距離接觸 住在機場他都覺得OK你知道嗎 天啊 每天不知道在想什麼 跟其他剛剛講到 真的 所以在辦公室裡面 中天是現在要嚴正規定 對… 不可以用公式紙印韓金詐騙 好 其實我們要講 說有些女生可能是真的被沖昏頭 是 有些女生可能頭腦非常的清醒 非常清楚她可以仔細分析 有嗎 這裡有嗎 到底是韓國男生好在哪裡 來 有沒有 誰 其實我說真的 今天台灣代表請錯了 請錯了是不是 沒有啦 應該是說我覺得 就是如果我今天20歲的時候 可能當然會覺得顏值 外貌 會打扮的男生 就是交往是非常開心 可是慢慢慢慢 你到了大概30歲 你就會覺得說 如果要穩定的話 我覺得韓國男生相對 比起台灣男生 比較沒有那麼靠譜 因為他們可能很帥 或是身高夠高 而且我講的句實話 我覺得韓國男生 真的很會打扮 台灣男生比起來可能就是生活上 比較隨性一點點 而且你看小梁那個鞋子 配得超不搭的 明明就是貴的鞋 他怎麼會配灰色 不好意思 因為他是一個灰鞋的人 不好意思 這整棟大樓的人 你看台灣男生很幽默 對啊 就好像 而且打扮得很幽默 韓國人有講出這麼幽默的話嗎 沒有啦 第一端就講啦 你的廣告在那邊 對… 應該極力… 還要搶我的代言 我本身不受幽默 就是一直這位外貌就好 就穿這樣 很棒 完美 白色那個有沒有 對 妳不要學小楊哥穿灰鞋喔 對啊 學小楊哥 不是應該 對 我其實是要站台灣男生這裡 所以你冷靜 瑋瑜妳真的講得真的是 真的講得太好了 沒有 因為像我 其實我身邊就有姐妹 她們其實都 因為看了韓劇 她們就非常哈韓 她們甚至我有姐妹 就是認識了韓國男生之後 她放棄台灣一切生活 然後她們就跟韓國男生在一起 可是她們多數交的都是比 她們年紀小的 結果她們到了異地之後 竟然還要賺錢 可能照顧韓國男生 可是其實台灣男生是相對務實 她們會覺得我現在要好好努力 工作賺錢 給一個很好的未來 所以其實台灣男生我覺得還是 這一段可以寫成論文 太棒了 深論題 這很好啊 是不是 小楊哥妳不要生氣 因為我20幾歲 因為我會選台灣男生 很棒 對 因為我覺得 雖然都是染紅色 妳跟阿燕的髮廊一定不一樣 對 因為我覺得我跟台灣男生相處 比較自在 而且台灣男生可以接受我的台灣 國語 如果我 如果我選了 我學了韓 我學了韓語 韓是學 那就會變韓國語 對 不是 我學了 如果我學了韓語 韓國人就會覺得我是 她聽不懂 而且 我也聽不懂這一段時間 其實我也聽不太懂 還有我覺得韓國男生說真的 可能就是條件太優 因為現在韓流文化盛行 其實韓國的男生比較滑 他們有一個 而且我們都是漁夫 導播直接拍個金餅秀 我們都是漁夫 開朗 不要生氣 導播沒有說是妳 導播說是金餅秀 開朗妳不要生氣 沒關係 台灣也有 台灣男生都會 怎麼可能 還是導播要不要下來一起聊 不是 你看 你看 我們都有一些的意見 我們通過鏡頭 就可以感受到他的情緒 你剛才說台灣也有就是 但是台灣沒有這個名稱而已 就是他們也 我身邊很多台灣朋友 他們也明明就有女朋友 但是他們也愛玩 對啊 就是 只是韓國男生跟台灣男生都一樣 沒有 但是你們的實境秀 沒有 像你們那個實境秀 單身之地獄 你們就是感覺就是人比較 比較稍微亂一點 像我們的實境秀 對 你看我們的實境秀 我跟小梁哥實境秀 戀愛上線中多純情啊 你們兩個人是完全沒有任何火花的 是不是 火花是他跟白雲哥 好 男生自己怎麼看好不好 我們現在自己也要公平公眾公開 來講一下 我們剛剛講的戀愛 跟韓國男生在一起 小新韓男 小新韓男 怎麼可能 沒有 我跟你講 真的 你去問10個女生 9個都會說韓國 對 韓國男生的 不是… 就是說他們下面可能 比較沒有那麼多 真的還假的 台灣蘿蔔一定 可能贏韓國人生吧 這是真的妳去問很多女生 她們都會講直覺 直覺會這樣反應 沒有 有沒有可能是因為 她的腹肌跟她的身材太雄偉了 就是說她的身材 所以比例看起來 對 而且妳知道嗎 女生要做那個事情的時候 體力也很重要 妳看看小梁哥的肚子 她就算再大也肚不起來 因為她肚子的時候她會累 她可能兩下都不行了 妳可不可以 妳可不可以讓我休息 一直攻擊她 一直 三句話不理小梁哥 妳可不可以閒置一點機會啊 而且小梁哥是結婚 而且有小孩的 有小孩不代表Stacy有快樂嗎 表示我們證明過 OK 是一個業配的過程這樣 不是 我跟妳講 剛剛那個就算了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事情 妳可以讓Stacy快樂嗎 我 幹嘛 不要這樣子 怎麼可以有這種問題 我Stacy 本來要抱輕鬆講故事 到底在握手 對啊 蛤 你管管她好不好 對啦 好啦 對不起… 對不起 我只是很想要Stacy快樂 她很快樂 她如果不快樂 我也可以自告奮遊 她很快樂 恭喜 好強喔 好啦… 梅先生 妳說妳說 不是 剛剛講到就是 除了那方面以外 其實你知道韓國的男生在於 就是避孕這件事情的觀念 其實很落後 是落的嗎 是落後的 因為我去網路上看過一個新聞 他們到2013年 才在電視上看到第一支喔 第一支保險套的廣告 2013年不都是已經是現代 十年內的事情了 十年內的事情了 對 所以就是有聽說 他們都不是很喜歡 在做那件事的時候 就是使用保險套 我覺得這對女生來說 其實是滿傷的事 所以男生不懂得保護女生 對 沒有 這樣不行啊 海浩 海浩 你怎麼不保護女生呢 大秋有這麼秋嗎 沒有 沒有 大秋有保險套嗎 有賣 有賣喔 然後保險套我們多為實用啊 對不對 多為實用啊 對 直接問秉秀 推給秉秀 你有跟他用過是不是 你去他幹嘛 我們是一起啦 你們兩個有一起是不是 一起啊 我們一起討論啊 好 你們真的老實講 你們真的比較起來的話 是不是對於這個避孕方面 可能沒有那麼 像其他國家那樣那麼在乎 我好奇啦 我先講一個好了 韓國的這個生育率最低的 生育率0.7多少 全世界最低 台灣嗎 台灣好像更低喔 台灣是0.89 現在韓國 韓國第一名 韓國最低… 現在韓國變最低 最低… 所以是你們金子 本來就不低太 有沒有這個呢 這個解讀 這個解讀好可怕喔 這個超可怕 沒有啦 一直杀海盒 但是游不動 對啊 一直杀海盒 游不動 好 不游 對 我們都有那個境遇 是游啦 最近有改善 沒有實用 妳在演什麼金子 來 新的 我是 開朗的金子 一 Sanskrit 一點都不開朗 不游 好憂鬱 不游 好啦 沒認識 剃 怎麼臭臭的 金子怎麼有 然後是開心的模型 來… 秉秀來講一下 秉秀你們要反擊一下 OK 對不對 台灣男生要小心 要這個 小心 搭訕方式 變態 會嗎 沒有 因為 沒有 應該說韓國男生的話 會看在哪裡 就是例如說我們在夜店 或在外面喝酒的地方 是我們搭訕就是我們都正常 你們不都直接拉嗎 沒有 直接拉 那個地方是大家都要玩的地方 但是因為我有一個女生朋友說 他突然有一天有人抄門 他打開門外面是住在旁邊的男生 他跟我女生朋友說 請問可以接你的充電器嗎 就這樣 我女生朋友可以 可以接充電器 他會接已經快到了 就有小洋哥 你這樣打散 不好意思 剛剛何宇文一直在跟我借充電器 我死都不借 因為我還沒有充好 好 OK 沒有 然後就是借給他 過了半個小時之後 然後那個男生再回來抄門 然後就再換給他充電器 然後就一邊跟他說 我其實充電器是藉口 我看你很久 我想要認識你 可不可以給我一個LINE是這樣 然後我那個女生朋友覺得很可怕 對 然後另外一件事情是 另外一個女生朋友就招了一個外送 然後外送員來了 然後就是給他食物的時候 那個外送員一直看著他 他覺得說為什麼一直看我 沒有想很多 然後他回去 然後用那個APP直接命運 我朋友說你單身嗎 如果你當時我想要認識你 你很漂亮 你一個人住嗎 意思是這樣 然後那個女生朋友覺得 很可怕 很變態 這個好變態 這個可能是 想要追求女生的方法 可能不夠高明 對 就是這樣子 可能沒有惡意 我覺得應該是這樣子 我們來看看台灣男生跟 韓國男生 跟女生搭訕的時候感覺是怎麼樣 方法又如何 好不好 可不可以 我們今天就來個示範 立東跟丙秀 要看了 那搭訕誰 搭訕林彈呢 好 搭訕我好了 我來看看 台南跟韓南 到底會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搭訕女生跟她要電話 聯絡方式呢 請看 Action 妳好 我問妳一個問題 請問妳去藥局買藥的話 妳會買內用的藥還是外服的藥 妳買了是外服的藥 為什麼 妳是買外服的 妳是買外服 可以加下愛情 買外服 可以嗎 妳是買外服不行 她問多可愛啊 妳有看到我朋友秉秀嗎 她好像要買 不是 你太可愛了 不要放棄… 她有給了 她有給了 不是 妳的真意也真的好嚴重 不是要給電話 可是我們真的很簡單 妳好 妳有男朋友嗎 沒有 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以認識妳 因為我真的第一次這樣 但是我真的如果直接回家 可能會後悔 哇 哇 哇 謝謝 妳是買外服 我可以認識妳 我覺得 她說她今天沒有問 她回家可能會後悔 我覺得她很誠 她是第一張 而且她會有順利 她剛剛很緊張 然後很陡 我會覺得她好像很真誠 很真誠 對 好可愛 我給妳… 妳去坐這邊 我跟你講 秉秀剛剛就拿出的是這種 她雖然很緊張 可是她… 可是她下了決心 想要跟你們一起 對 真誠 女生就會有點感動 而且她說她第一次 第一次這樣 第一次這樣 而且很會跑來走 誰相信 而且她剛剛 紮南都會說她第一次這樣 沒有 但是她剛剛是真的 發自內心的在抖 就會覺得 她好像真的 比秀妳演這個演藝 在練習了幾年才會這種真的抖 妳是練習了幾年 真的是喜歡嘛 然後想要問她 就是那些流氓方式 但是如果真的是的話我會給 因為會覺得她就是好誠懇 可是另外一個說 她就說我的妻子 不就覺得很油嗎 就會覺得很油 太油了 明明就很可愛 對 太油了 很舒服啊 就會想一直看她睜眼 我可以回去我主持位置了嗎 好… 好 我想要提問問題 如果真的要跟韓國歐爸 在一起 畫韓國歐爸是不是都很 因為我有個朋友是說什麼 他跟韓國人 就是出去約會大概兩次 如果沒有答應的話 他就會直接 就是不跟她聯繫了 可是台灣男生會比較有毅力一點 然後跟耐性一點 然後我還有一次聽說什麼 他們有一個什麼 蛤 鑑賞期不都七天而已嗎 沒有 七個小時 那是購物台的 七天可以退換貨 對 就是假設我跟妳在一起 然後22天 可是我們不適合的話 那就分開 那也太快了吧 會有這種 但我也要 我也要先問妳的問題 妳要幾支麥克風才夠 忘記了… 我還來 我也是 我二十幾天的見證 有嗎 有22天嗎 真的有這種事情嗎 不是 二十幾天有被提供 這是我第一次提供 這是哪裡找的 沒有嗎 沒有嗎 開朗來台灣太久了 對 他上次回台灣那個… 不是 他上次回韓國 韓國電視台還在演冬季烈歌 那麼久 但是 韓國人是比較沒耐性 那個時候大概都還有4K的電視 太久 我覺得這個是應該他們 台灣人對韓國人的刻板印象 就是 我覺得這個每個人都不一樣 但是我上面很多台灣女生朋友 都說跟韓國男生在一起的話 他們都覺得韓國男生 就是前面很熱情 後面越來越就是 就是 越來越冷淡 就是冷淡 就是不會對女生那麼好 但是我覺得有可能是因為 台灣跟韓國的文化茶 我每次在節目上講說 台灣女生 台灣男生 他們互相太黏 比較黏 對 韓國男生一開始喜歡 因為這個女生就感覺出來 就很愛我 但是 因為每天在我的旁邊 每天在一起 我們很快就膩了 對 我們需要我們個人的時間 所以我後面有一點 不想跟他們在一起 我覺得是這樣 因為他們如果說突然之間 我們不要浪費彼此的時間了 你也去找你 我找我下一個男生 我找我下一個女生 這樣台灣女生可能還會覺得說 你怎麼變臉 翻臉這麼快對不對 一下就冷漠 就會覺得你沒有那麼真心 台男就會知道說 糟糕 我假如突然不理他的話 可能會那個名聲會臭掉 所以就有一個大概 兩個月到三個月的計畫 慢慢的退… 慢慢的讓他發現說我會挖鼻孔 慢慢發現說我會放臭屁 然後讓他自己先不喜歡我 到時候我跟妳分開 說不定還是妳先開口 對不對 假如台灣男生有這種情趣的話 說不定他口碑也會好對不對 不會 可是因為如果妳是慢慢演出 展露出那些壞習慣 以後我也會把妳挖鼻孔 吃鼻屎 放臭屁都講出去 對啊 所以其實如果是要分手 我反而覺得韓國這種 就長痛不如短痛 對 真的 對啊 我覺得他不喜歡 妳比較直接 所以韓國男生的直接妳也可以接受 我覺得不OK 我會很傷心 我就領願慢慢脫… 脫到兩個人都沒感情 妳年紀還不夠大 沒有 脫多久 因為妳有時間可以脫 對 宇文姐是說 宇文姐 她一直攪拌都在棺材裡了 她一直攪拌一定要往棺材外面 她一直攪拌 她沒有時間擋 來 現在換開朗來說說看 好 台灣要小心台灣男生 一 一毛不拔 消氣死了 真的 為什麼 真的嗎 我帶一個統計 沒有… 不是 小梁哥 你是只有跟小梁哥在相處嗎 沒有…小梁哥也是所有的個案 小梁哥 我一直懷疑 導播是不是有一機一直鎖定 對 因為只要講到 他馬上就要按到就是 快速鍵 他的快速鍵 好 比一下…這個統計 2021年的時候統計 那拿韓國的情侶去哪裡玩 台灣情侶去哪裡玩就統計了 左邊是韓國的 25%去那個美食餐廳對不對 第二名就是看那個電影 或者是演出什麼演唱會等等 就是21.5% 第一個第二跟台灣差不多 台灣也是第一個什麼 咖啡館對不對 第二是什麼 電影院對不對 到這裡差不多 第三名開始不一樣 第三名哪裡 韓國是 也是咖啡廳跟那個逛街 還有那個酒吧等等 台灣去哪裡 看夜景 第二 第四是海邊 第五是夜市 很好 難色喔 需不需要錢 不需要錢 都是免費 都是免費 夜市也要花 也要買小吃 有時候去一趟夜市 比你去吃餐廳還貴 夜景 夜景去哪裡 都是那個陽明山後面 你們後面都有看過 夜景有沒有騎摩托車去 不用錢 不用錢 所以回來就100塊就好 那個郵費對不對 沒有付帶 不用錢 對 然後那個韓國的那個情侶 就一次優惠 對 還有酒吧 約會大概平均 大概台幣 2000塊左右 平均約會的費用 大概一次的費用 對 台灣多少 去夜景多少 100塊就好 等一下… 可是我之前去加拿大遊學的時候 我覺得韓國男生真的 就我們那時候去餐廳吃飯 就我們要外帶 要打包 然後我們有收一個大概 假裝是2塊錢的袋子好了 後來那個韓國男生 跟我要了1塊錢 這都這樣很不迷人 給他吃加幣 對 1比20喔 對啊 所以要是 我告訴你 這個小良也會要10塊 對啊 1塊是23塊 對 所以有代表他是要 要著這個錢 應該不是我們的1塊 所以我就說那可能值得要 可是 妳在幫他講話 可是我覺得 台灣男生跟台灣女生出去約會 就是可能是我們去吃飯 然後這是妳請 下次我請這樣子 可是韓國男生不是 他是當場就說我們就是要 對 他會很直接 沒有 妳一直離開 真的 她應該是韓一個那個 還是是加拿大人 沒有呢 是韓國人 沒有 如果是100年 是不是想推給加拿大 是加拿大的問題 這是旨意 她這麼快被投汗了 好厲害 學得很快 來 妳說 有可能是真的玩意 就是有一個人 就是想要跟你AA的話 他代表的意思是真的不喜歡你 結果是反而是 你這麼慘人啊 沒有 我是長 我們講好比較直接 他等一下就說我是第一次這樣說 韓國男生是不是真的 比較會斤心計較 可是其實講實話 我覺得台灣男生在 真的是算非常大方 立東 你看你去外面 吃飯的時候 一定是請女孩吃的 當然啊 對不對 我們前幾天聚餐也是啊 是嗎 鈴蛋也有吃啊 鈴蛋也有去 有一個生日 是不是 對 然後 是不是他有沒有出錢 誰請 他說1萬5 然後他還是付了 就他還是付了 你看到誰 好大方 好 我們還是要講一下自己的優點 不要攻擊別人而已對不對 自己有什麼棒的地方 餅秀 乾淨 乾淨 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其實有點嚇到的部分是 台灣男生 很多男生都是一天洗一次 因為在韓國的話 我們最基本上 一天洗兩次是基本 早上起來 晚上睡覺淺 然後如果 你自己來 這樣不會破皮嗎 不會自己來 然後沒有 不會 然後因為我們 如果中間運動或者出去 然後回來 我們一定會洗 那這樣子我有可能一天 最少洗兩次 或是三次 四次也有 而且我們很在意 我們身上有沒有 殘留別人的味道 有沒有臭味 難怪要洗澡 殘留別人的味道 香水味 就是最香啦 我覺得 就是因為我們身上 都是香香的味道 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 是不是 你是在唱這個 沒有 然後 所以是我剛來台灣的時候 我如果跟台灣男生朋友 一起出去 那就我問他說 你這個衣服有洗好嗎 真的 因為男生跟男生會檢查 你穿得怎麼樣 怎麼熱 我們這樣很累 你不覺得嗎 對啊 就一直關心 就關心 讓你就洗到他破皮了 真的 你一天洗兩次 我們運動當然我們也會洗 可是一天洗兩次 然後這樣洗三次次 你們好生活 這樣不Man啊 對啊 但是他這個是不是 相對於台南來說的話 會不會覺得他們太在乎自己的 就是對啊 好像你出門 就是你一直洗澡 很擔心別人看你的那個 感覺不好或形象不好 你不覺得這樣偶包很重 台灣男生我覺得最好的一點就是 你看我們剛剛講幽默 是因為我們從來不怕開自己玩笑 因為我們願意讓女生開心就好 我們一起來看看嘛 剛剛講到的 我們台灣男生比較沒有藕包 比較不會顧形象 你開心就好 這一點韓男做不做得到呢 不一定 對不對 我們直接就用這個 來伴仇曹女生歡心 來… OK 好 兩位都已經準備好了 不計形象了 來搞笑對不對 是 好 兩位先 但是我要看我有沒有笑是不是 對啊… 他們兩個要對你自我介紹 然後講說自己的優點 然後最後她會說 我的優點是我喜歡笑臉迎人 然後大笑這樣子好不好 展開她的笑容 來 預備… 開始 心雅 你好 我是梅仙智 我的優點是我很貼心 很善解人意 重點是我媽媽說我的 笑容很好看 所以我都笑臉迎人 中了… 很可愛耶 很可講話 這樣就可愛了 很適合貼海苔 妳滿適合長這樣 好可愛喔 不會這樣 OK的 得分… 全致OK的 得分… OK啊 得分… 來… 秉秀…換秉秀… 秉秀不可能兩次講一樣吧 我是第一次那次 我是第一次 再講這個我是第一次 不然回去再後悔 對…不然回去後悔 我想要跟你要聯絡方式 這個好笑 我會後悔 你要講一樣嗎 假如你願意給我號碼的話 我就會笑臉迎人 好 預備… 來 來… Action 嗨 妳好 我想要認識妳 偷音 偷音 請繼續 我可以… 妳可以給我TickLine嗎 如果妳給我 我就笑得很開心 好荒謬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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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要這樣子讓她 妳有看到啊 妳 導播要給妳一個特寫啊 他有偶包… 偶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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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帥… 他也是第一次這樣 第一次這樣喔 比秀 你第一次這樣是不是 對 我第一次這樣 好荒謬喔 他下面有競爭力耶 糟糕了 我發現她出來這樣做 得到的笑聲好像比較多耶 沒有 因為我們太習慣 做這種事情了 眉閒字的多對不對 對 而且剛剛已經忘了眉閒字耶 對啊 而且我跟眉閒字太熟了 結果妳覺得反而是秉秀 比較有趣是不是 因為沒看過那樣啊 而且剛剛我看過正常版本 擋擦版本 這個扮醜對我們來說 我們天天在做戲手臉 這就是小郎哥的日常 扮醜 所以說其實我們要扮帥 也是OK的理智 真的嗎 對不對 不然我們現在就來交換一下 交換什麼 交換一下我們的穿搭風格 這樣可以嗎 把我們台灣的這個帥氣男星 變成韓國歐霸 然後把韓國歐霸 變成我們這個台客look 交換一下看看感覺好不好 來 有敬請 好… 大變成 好… 好 我們四位已經變成完畢了 我們來有請我們的第一位 台灣恐龍 怎麼了 好像… 怎麼了 好像有 好綠喔 這個西裝有耶 好像有耶 還是威脅還是威脅 有什麼 好像有加分 歡迎台灣崔宇子 崔宇子 崔宇子 有 有 好像有耶 有… 好像有 崔宇子 很神經耶 不神經耶 還是很可愛耶 這樣子可愛嗎 有加分 有加分 有加分吧 有加分 你們要去哪裡 對啊 好 走我們去 走向別的婚禮廣場 這樣子 好 再來歡迎我們的 台客開朗 藍白帥 很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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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鄭林 這什麼名字 很帥 Loco… Loco喔 很漂亮 就漂亮 就漂亮 她說 很帥 她說她還掰… 對啊 是搞被砍是不是 來,拜託 歡迎台客金餅秀 好厲害 好痛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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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蹲啊,你也要蹲啊 蹲,台上蹲 蹲下來 台客蹲 台客蹲,這樣蹲下來 對 金餅秀的那個身材 金餅秀真的 金餅秀,你這樣稍微這樣 給我們看一下你手臂的肌肉好不好 來,秀一下 而且他那件可以移動一下 就可以露奶頭了 真的耶 就是他身體稍微轉一下 你別動,你轉一下 轉一下 然後不小心 轉一下 有露出來一點 有一點點這樣 轉一下 他身材很好,加分 看到小梁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我都是覺得人模人樣的 但是搭配的品味 你看那一雙灰鞋還是沒有 灰鞋還在 灰色搭綠色OK 沒有,我覺得 前身放下最貴的就是這隻 這是灰鞋 可是我覺得最大的會 可見你真的很沒有品味 不是,不是 你綠色 綠色的色系應該主要是 要換成綠色的鞋子 不行 黑色 白色 白色,純白色 沒有,我講一句實話 五全白的球鞋 最大的問題是 那個裡面的T恤過高 很勒脖子 他們韓國出的就是有點高領的 小高領 對… 沒有,他是脖子太粗啦 他比較怕 對… 我覺得前面 第一排前面兩位 你們的時尚品味要更新一下 沒有,其實他今天穿的跟 你看他很時尚跟 鮪魚很像 真的耶 真的 鮪魚你看 兩位是一對耶 對… Yeah,看到沒有 我去郵局上班了 一個是青綠色 一個是玻璃色 郵局 兩位真的可以代言郵局的廣告 是不是 可以… 對啊,把他們送到喊過去 那個梅閒志呢,大家覺得 梅閒志也是一樣 他的領子也太高 這樣也太高 太緊了啦 你西裝好像偏小肩 而且他有大腿磅了 對 你要換大件 所以你西裝褲有一點緊 我最近被腿變得比較兇 還有他的鞋子也是快一點 你要學,你要學整套 對,因為 因為其實在韓國男生 如果是穿西裝 他們其實會選像小楊哥這種寬鬆 休閒西裝 然後配球型 這就是搭配 但是小楊哥的問題 反而會讓你覺得有點大腿 有一點覺得他鬆鬆的 就版型問題 鬆鬆 鬆鬆 他是說cutting cutting 對,可是小楊哥其實搭的是 比較像韓國男生真的會走在路上 穿的樣子 所以說台南這樣穿著是有加分的 對吧 我覺得都不好看 都不好看 那妳覺得 妳覺得秉秀穿這樣好不好 我比較喜歡開朗 因為 你喜歡壞壞的男生 哪喜歡這個壞壞的台南 你高Q是不是 我高Q 他喜歡壞壞男生 妳是誰 是喜歡壞壞還是喜歡壞掉 壞壞的 壞壞加一點壞掉 對,他很適合 開朗講一下自己的優點吧 我的優點 不只是我的優點 是一個全韓國男生的優點 全韓國男生的優點 但是我覺得更重要是什麼 體力 對,體力 韓國男生 體力真好 威力是 台灣當兵是四個月 現在是 現在是一年 我們以前也是一年 是 韓國一路都是兩年左右 現在也是 韓國都是兩年 兩年 所以幹嘛呢 就是要當然足球 有體力 有增加 有提升 再來就跆拳道 那個韓國男生 一般的當兵 國民 對,一定要拿那個一段 至少一段 真的啊 秉秀也是拿到一段 秉秀你也會跆拳道 我已經有 韓國男生在當兵裡面 一定有 來,請示範一下 秉秀 秉秀 秀海台嗎 就踢一下就好,踢一下 踢一下… 天啊,對不對,來 我騎士 跆拳道還好 偶包是不是 沒有… 阿承拉德 然後打跆拳道 你會害羞是不是 帥 泰拳 泰拳 泰拳,可以 那泰文會說嗎 我們都是 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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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打碗,就是欸… 那你至少… 那你至少先跟人家打個招 然後再打,好不好 好,預備,開始 來,你好 泰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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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耶… 快耶,有耶 快…快… 很快… 好帥喔 她是真的有學過 有啦 她那個拳的那個感應 速度也很快 速度啊 立東也會啊 立東 泰拳 沙拉 泰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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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辣 你們也會啊 好,謝謝 泰拳是不是 怎麼樣,你們笑成這樣是怎麼樣 不給面子喔 台南是不是很優惡 PK體力啦 不是,怎麼會突然接到中文的 月亮蝦筆 對啊 因為沒有別菜 不會太穩了 因為其他的菜不會搶啊 好,來… 我們來PK體力啦 來啦,真的PK啦 不要講韓國 然後我們台灣也派一位代表 好 一起來PK,林波舞 好,OK 怎麼會測體力的方法 是用這個 腰力 腰力也是體力的一種 對啊 好,男生是要靠腰的喔 那我們這邊就派開朗 然後這邊就派小梁哥 來 音樂 小梁哥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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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南的代表 沒問題啦,簡單啦 好像有點吃力耶 好像你第一關就已經吃力了 OK… 好 這邊一個 怎麼覺得 加油,小梁哥 是不是累了 小梁哥 小梁哥 小梁哥不可以坐牌 後面有沒有浮的 因為會有心理障礙 好,我幫你浮 你覺得很像在送信 我會幫你浮 但不能真的浮… 不能真的浮 不要害怕就好 加油 有啦… 可以… 他腰很硬耶 他都沒有往後耶 有啦… 不要穿鞋也可以 好帥喔,開朗 帥… 玉婷喜歡 玉婷要不然加油囉 加油 小梁哥… 這樣不行 輸了啦 輸了 這起碼也醜一嘛 這醜一… 好醜一… 醜一… 醜一啦…沒關係 那我們就下一個嘛 對不對 這樣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到底誰贏了 才是很高的 小梁哥加油 小梁… 小梁… 蛤 這個… 這個有在浮… 有在浮嗎 鼻鼓要往前頂 肩鎮… 堅持… 他很會賴子耶 他很會賴子耶 他很會賴子 他很會賴子 不標準 怎麼會這樣 你學他嘛,開朗 你學他靠近一點再彎頭 小心… 沒有人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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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不是說你們這樣 對啊 我以為他們過啊 對啊 我以為他會過啊 不行 已經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剛剛這個已經沒辦法過了 但是小梁哥 你們為了要確定一下小梁哥 是不是真的 剛剛這一關有過 是… 你不能讓大家覺得好像說 他很會賴子 對啊 來… 加油 加油 他就是一直在那邊 剛剛是哪一個 牙 這可以吧 這是幾公分 這其實已經滿低的耶 不行,你們來試試看 你們來試試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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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 KEN哥好壓力喔 三比比秀 吉比秀 一比比秀 比秀 比秀 小燈吧 比秀 我們台灣贏喔 美股 加油… 成立東…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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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靠腰的男人了 有啦… 太厲害… 對… 我們不能讓人家覺得 我們一直在作弊 好,不是 但是我覺得是 台灣男生自己要知道說 自己好的地方在哪裡 然後跟自己不好的地方 要怎麼樣改進才行 比如說比較起來的話 韓國的這個穿搭文化是 比較濃厚 時尚度 那我們就看到 那我們就可以跟他們學習啊 對不對 那像你們腰力不好 也可以跟我們台南學習 對不對 民主互相學習 對不對 創造更好的未來 嗨 漂亮 下個禮拜見 掰掰 下個禮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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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 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我們全都遇到過 但是我們不放心 讓真相被聽見 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 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您趕快下載 中天新聞網APP 因為這個APP非常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節目 全都在裡面 依次滿足